DSE2012卷二能源 E3 MC 第二題 下圖顯示房間 S 位置有一盞燈 P 位置長角角角頭 位置的照明度 Eliminant 照明度 如果其他因素不需要理會 Q 之間有一個中間點 請問你 Q 這一點的照明度是多少呢? 我們會看看 因為 Q 是在照射方向的同一個方向照明 根據 Limbic Cozy Law 一個地方或者一個點的照明度 E 的計法 應該會是光源的光通量 Liminant flux 乘以照射角度 除以4πr 二次 正正因為這裡其實是同一個方向 所以 E Q 比 E P 基本上 光通量是一模一樣的 唯一有什麼不同了? 如果我們當這個距離是 D 的話 這個距離就會比較容易 所以上高這個就是 D 的二次方 這個就是 2 D 的二次方 我們會觀察在這兩條顏色裏面 所有這些紅色筆的東西 基本上都可以刪除 刪除 D 二次也刪除 所以整個概念就會變成 1 over 4 分 1 所以這個就是 1 over 4 cognitive些有 hoch rate 所以 Q 點的光通量 Q 點的光通量 Q 點的光通量 對不對, Q 點的光通量 Q 點的光通量 說錯了 是 P 點的 4 倍 就是 4e 所以這題的答案,就是 C 的 好